平安 今天我們除了這段經節的這個地方 還有一個是詩篇 我們可以請空人幫我們打 在我說話的時候 就幫我們打上去 詩篇 133 篇的 1 到 3 節 端午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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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曉得這幾天的連續假期 我們大家是去哪裡的 特別是不管去哪裡 這是一個跟家人去享受 同在一起的歡樂的時刻 一起同心來禱告 親愛的阿爸天父我們感謝你 主謝謝你在不同的民族四下多元的文化 在我們裡面 主讓我們借以這樣的節日 能夠與家人同聚在一起 主這是我們要相互修信的話語 我們請你使傳講的 聆聽的 都同蒙你的恩典 我們這樣祷告是 奉主耶穌的聖明感恩 阿曼 我們今天達人 達人這個不用介紹應該 這都非常非常的清楚了 特別是這是近幾年來 或這十幾年來 就非常流行的一個專有的名字 達人是什麼 達人就是指 這個人在某一個領域上面 他是專業的 專精的 也就是高手的意思 比如說我們在聚餐的時候 常常為我們準備愛業 我們可以品嘗到 現在原在俄羅斯的永學姐 她所做的食物 很好吃 所以她的廚藝精醬 但我們可以說她是什麼達人 她是料理達人 那我知道有人在當中 像那個俊安 她是泰免菜的料理達人 那我們在當中 我們有些弟兄前面很懂得生活 她是什麼達人 生活達人 那我們都可以感受到 我們都可以感受到說 達人可能是日本的文化 她的用詞所過來的 但是其實不安全是這樣子 達人她這個詞 其實最早開始於是什麼 跟我們有關係 跟我們華人有關係 跟華人文化是有些關係的 跟華人文化是有些關係的 他其實最早是在那個 達人這個名詞最早是在 是在初秋左傳 那個左串裡面 左左傳裡面 有提到這個字 她這麼說 聖人有名德者 若不到是其後必有達人 這個是我們現在都以為 達人這個詞 是從日本 特別現在日必疊的 我們不只是文化被影響 特別現在大家更一乌風的 跑去日本旅遊 但是這個詞 其實最早居然是從這裡開始 那從這裡開始 我們也想到說 這跟我們今天的端午節 有一點相似 是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達人這個詞 在春秋左傳開始出來了 跟我們在端午節 我們要紀念誰 曲圓 對 還有除了紀念曲 其實端午節有很多個 不只是我們所想到的曲圓 她紀念 還有紀念譬如說 烏國的忠誠 吳子旭 所以他們是有一些 相似的年代 那我們可以知道說什麼 曲圓跟吳子旭 那我們除了知道說 端午節我們紀念它 我們吃粽子 華龍舟 還有掛愛草倉圖 對 我剛剛有聽到 像小聲音 掛愛那草倉圖 這一些奔兇化妓 甚至會做什麼 做精美的香包 像我們昨天 少慶在這裡有一些 這樣子類似的活動 特別是那個古代 古古時候 香包是做什麼 但是香氣無非就是 使小孩子能夠驅蚊 避邪的功效 那也是可以除去溫衣 甚至還有什麼 甚至還有盪鞦韆 還有那個踢 他們叫做踢舊曲 就是踢腱子的意思 然後也彼補練腱 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就是要來抵抗炎熱的夏天 要強身健體 特別是我們剛才有提到的是 艾草倉圖 這個就是香草植物 他們用來洗澡洗頭之外 有一些地方用這些香草植物 去做珍珠 然後除了他們認為說 這個可以避邪洗白兵的方式 所以端午節可能對年輕人來講 就是端午節 但是端午節還有一個特別的 逸逸節日他們叫什麼 木蘭節 如果用我們基督徒現代人的說法來講 我們剛才介紹的這一些他們的活動 還有這樣子的方式 我們用現在來講說 這個節日在當時候他們是怎麼樣 有可能是他們拿來做 不只是強身健體之外 也是我們用現代方式來講 這是鍛鍊他們身心靈 他們身心靈 恢復健康的一個節日 那我們可以說端午節這三個大節日 端午節是我們整個花榮文化 三大節日的其中一樣 其實跟新年跟中秋節一樣重要 特別是在我們整個東亞的文化地區的 不管是我們台灣 香港 大陸 甚至到韓國 還有我們的越南 日本 越南 都同樣在過這個重要的節日 今天這個節日 那我們把時空背景呢 這是剛剛我們講的端午節 原來端午節是叫木蘭節 我們把這個時空背景 拉到今天的經文裡面 今天掃打了一個部分 就是詩篇133篇的地方 今天的詩篇100如果你們有聖經的話 可以打開看 或者是現在有手機都可以馬上找到 他說看他弟兄何目是何等的美好 詩篇133篇 我們把時空拉到今天這個經文的背景 這個是在做什麼 其實他的背景是在描述歌頌 然後弟兄姊妹和睦同居的情況 以色列民族 他們每年有三大節日 有逾越節 還有他們剛剛過的五旬節 跟祝逢節 這是他們以色列人的三大節日 在這個時候呢 他們會怎麼樣 他們會從四面八方 回到耶路撒門回來 不只是在那裡做什麼 不只是在那裡朝見上帝 更重要是看到他們的親朋好友 然後彼此寒暄 然後彼此的交談 就像我們今天 我們在重要的節日 在我們端午節 也是我們三大節日一樣 跟家人同居 所以詩人在這個狀況下 他寫下了這首詩 然後我們可以注意到 如果你有聖經裡看到 他注意到他用兩個比喻 來比喻這個很融洽的狀況 我們剛才第一個比喻是 油 其實在古代的舊約當中 油是代表什麼 油是代表主人在宴客的時候 他來去膏 他來去抹客人 表示怎麼樣子 表示是我歡迎你的意義 特別是我們剛才也有唱到 我們剛好布摩兒 剛才我們唱 西馬說剛好也唱到 一首第一首歌 因為油是什麼 油是喜樂祝福的意義 像 像者 但特別的是 他在這裡提到的是什麼 他在這裡提到的是 油是那個 不只是高盟 客人歡迎的意義 他用的是高貴的聖友 來做這個比喻 來比喻說 弟兄姊妹 家人和睦相處的快樂景象 第二個比喻 你們再看 第二個比喻是什麼 他用路通黑門山的甘露 降在西安山一樣 我們知道以色列住的地方 以色列住的地方是非常的乾海 大部分都是沙漠地帶 白天是非常的炎熱 所以不是很 不是草木都非常的撲毀 是缺乏水的狀態 那他詩人在這裡說 黑門山的感覺 黑門山 黑門那邊是比較高的地方 那他氣流整個 往西門那邊吹的時候 是會凝結的 是會帶露水下來 那這樣的露水 對這些植物 珍不珍貴 珍貴 就是用這兩個方式來去比喻 那我們也知道 聖經上這是珍貴 那聖經上面在創 特別在聖經的創世紀 他也有提到說 上帝撕你天上的甘露 地上的肥土 還有五穀心有 所以說他用這個聖有 跟黑門山的露水 去比喻說 這個和睦的重要性 他的看重的 上帝看重這樣子的和睦 看重弟兄和睦相處的這個情況 但是我們要想 其實這一篇 看起來聽起來蠻歡樂的 他說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但是其實他的整個環境的意義 並不定是這樣子 他其實是在說什麼 這一群人 這一群以色列人 他是怎麼樣的人 他們其實是已經流離的群體 在異鄉裡面 其實他們對他們的信仰 已經沒有盼望了 沒有希望 所以他鼓勵什麼 他鼓勵當他們回到 耶路撒冷的時候 你們要藉著去敬拜上帝 要在這當中 不只敬拜上帝 還要在這當中來和好 要像剛才我們講的和睦相處在一起 這樣子的方式 我們把這像 我們剛才介紹這兩個非常珍貴的東西 在他們那個時候是珍貴的意義 珍貴的象徵的意義 再一次的充滿他們 藉由這樣子的充滿 要去幻醒說 嘿 我們的信仰是有活力的 不只是有活力的 他這邊有講到說 詩篇133沒有嗎 我不只四福給你們 四什麼樣的福 命定的福 還有這個永遠的生命 其實他這個命定的福 我們中文是這樣說 其實命定的福 在福裡面 他的願意有和平的意思 使人和睦 使人和睦 是上帝所示的福 而且也是上帝所運營的 所以我們可以從詩篇133年 就在這邊 一直到新約這邊的 馬太福里的五章九節 說使人和睦的人又福了 因為祂能必稱上帝的兒子 這句話其實到現在 對中東這個地方 對我們來講還是用得著的 你看 其實上帝渴望的是什麼 祂所要四的福 早就跟祂們講了 我要四的福 四下的福 而且祂渴望的方式是使人和睦的 但是我們看到他們現在的整個 當然這個狀況 這個現象並不是單一個 有時候是整個民族 還有他們當地的文化 一個環節扣一個環節 產生的現狀 但是這樣子的話語 其實對中東現在的環環境 對我們的生活這一句話 嘿 這是上帝渴望我們做的 因為祂渴望我們成為什麼 使人和睦 其實祂渴望的是我們成為一個 和平的剃造者 和平的剃造者 跟你周圍的人 跟那個環境要成為和睦同居 我們可以講到說 他說弟兄和睦同居是和得的美好 當華文用那個弟兄 其實弟兄他原本的意思 也有一個含義 是指這一群人是一群獨特的團體 不只是我們想的家人 我們講到說他們這一群 是一群上帝所拣選的團體 這一群被拣選的團體 唯有你們和睦互相合作 才符合我拣選的期待 才符合我所喜悅的 而且配得我用剛才我們所比喻 詩人所比喻的高貴的聖友 還有甘露去告他們 去諮問他們 唯有你們和睦互相處 不只是我所喜悅 還因為怎麼樣子 你們的聚集 我們講到說他們的三大節日 你們的聚集 你們的敬拜讚美 才能夠吸引我 才能夠贏得我的共鳴 所以難怪有句 聖經上面有句話 當你要獻祭的時候 你必須與你的弟弟兄 就與我們的家人和睦 有可能我們是在帶著一個 非常的生氣 或者是與家人的溝通的 管道不順暢 來做禮拜之日之前 先與你的弟兄 與你的家人和睦 這樣的敬拜 才是討我喜悅 討我歡喜的 我很開心的一件事情是 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我覺得很感動的一件事情是 大家在一樓我們為團體開會 我們為團體所做的努力 大家的努力不就是 期待我們的團體能夠更更新 有更多的建造在這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譬如說義吉大哥 從他從一個招待的一個點 下去幫幫我們做延伸擴散性的思考 所以我們可以說 我們是上帝所拣選獨特的團體 特別是今天我們剛才 一剛開始也有談到的 那個遺崩鎖書裡面有講到的 在這個團體裡面 我們要創造出是一個被上帝祝福 創造是被上帝祝福的團體 是一個得出生命的團體 得出基督得勝的團體 其實這一句話是 我們今天有漏掉幾個經驗 其實今天是詩篇133篇的1到3節 跟以偶所述的1到3節 其實我們在看這一段 這一小段的時候 我們覺得很稀鬆平常 但是怎麼樣子 古希臘人 古希臘人他們 對我們剛才講的 這個看法是怎麼樣子的看法 其實古希臘人對我們剛才所念的 凡是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 所以他們對這個是 古希臘人他們對這個看法是負面的 為什麼是負面的 因為在他們的觀念價值觀裡面 他們認為什麼 他們認為只有奴仆 才會有這種自卑的性格 這有時候只有奴仆才會有這種自卑的性格 而且這個跟我們現在 我們的社會主流價值 有時候不也是跟古希臘社會一般嗎 因為古希臘人是從負面的角度 來去看我們剛才所說的2到3節 2第2節這個地方 從負面的角度來看 謙虛順服溫柔忍耐 因為他是怎麼樣 他是被動的 他是被動的 跟成功的世界 是對立的 所以古希臘人他們的價值觀是看心的 只有僕人才會這樣子 因為這是自卑不足的表現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什麼 我們可以看到說 我們已經知道古希臘人的看法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可以在菲利比書的2章5到8節 保羅強調什麼 保羅跟他們講的要有甘願虛極的表現 你們當以基督的心為心 他朋友上帝的形象 但是卻虛極 取了奴仆的形象 然後甚至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保羅這樣子告訴他們 那我們再來看說 整個新約的詛咒 就是提到耶穌基督 但我們可以從其他的聖經裡面 其他人的榜樣好了 其實不也是這樣子嗎 詩世紀約翰他說什麼 他說有一個能力比我更大的要來 就是我為他且攜帶也師徒配的 那我們今天的經文的 以國所述的3章8節那邊 使徒保羅 他也這樣講了 他說什麼 他說我比眾聖徒中最微小的更微小 哦 他講這樣子的話 所以 可是我們去想 這是五希亞人的價值 還有我們剛才提到的詩篇 上帝要那一群人 那一群獨特的團體 他們要合一 要和 要和睦相處 但是 我們真要說什麼 我們真要說什麼 我們真要說是 合一是怎麼樣 合一是要付代價的 為什麼 因為這幾個 特質 都不是我們 有可能在我們人性當中 不是我們所願意的 所以在這個學習的當中 有沒有 每一項 別人欺負我 我得要忍耐溫柔 謙虛 或者是看事情不滿 但是我為了合一的方式 我選擇學習 所以我們說合一是什麼 合一是要付代代價的 那我們也同時可以提到說 合一是要付代代價 它的過程可能是痛苦的 但是也是幫助我們的 我們可以想像一個畫面 有一個破墨的房子 它住著裡面 各式各樣的乞丐 他們有各式各樣的病狀 結果一場活來了 所有的乞丐都跑了 因為可以跑的都跑了 結果剩下什麼 剩下兩種人跑不了 哪兩種乞丐跑不了 是瘸子 對 瘸子 還有呢 瘸子 對 這兩種人 其他的在破墨的房子 其他人可以跑就跑了 那這兩種人沒辦法 跑不了 但是他們相互合作 只有這樣相互合作 才能夠逃出這個火場 那我們再想像一個畫面 一個漂漂亮亮的房子 如果裡面住的是什麼 住的是自我為中心 或者是不持己見的家人 哇 這個家可能同樣也搞得怎麼樣 烏煙瘴氣 令人不好受 所以我們說 當我們願意在學習這個付代價 學習的這個特質的時候 我們說它是痛苦的 但是當你願意學習的時候 怎麼樣子 基督的愛 要幫助我 要引領我 雖然有代價 但是呢 他要正在當中 幫助我去更深的去經歷他 去有活出他新香的特質出來 當你這樣子在這個過程當中 去彼此 我們講的彼此的接納 學習的時候 其實我們剛才講 弟兄代表是一個獨特的團體 你們若照這樣和睦相處 這個獨特的團體要出來 我們可以說 這個獨特的團體還沒有出來的時候 你已經有一個新的自我 新的生命 而且這個生命是真正的生命 在我們的裡面形成 所以我們可以說什麼 我們剛才講的合一要付代價 我們同時也要講 雖然它是痛苦的 過程是痛苦的 但是這樣子的合一 這樣子的努力 這樣子的學識 合一是什麼 合一是清新的 是活力的 同時他也是溫柔的 就像我們在詩篇剛才所讀的 那個經文一樣 他要像露水一樣去滋潤人 這一群族群 是被上帝所建立的新的族群 你被上帝所 因為像露水一樣 在這個過程當中被滋潤 同時你也是滋潤人的 因為你知道上帝要建造你 建徒同建造他們 成為一個新的族群 所以我們都知道 我們是被蒙召的 並不是傳道人被蒙召的 我們每一個都是被蒙召的 因為你在 我們今天的這一段經文 以我所說還有詩篇的 這一段經文裡面 我們知道當你去熱切的去渴望 學習就如同上個禮拜 我看見大家非常的熱切的討論 在這當中 我們要成為上帝建立新族群的開始 而且我們每一個人就是那個開始 所以我們說什麼 基督的合一 基督的合一 在基督裡合一是什麼 在基督裡合一 我們真的是要真正的知道 在基督裡的合一 不是為自己 不是為自己 是基督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服事的過程當中 我們有可能要自我提醒 自我警覺 自我查驗 我有沒有落入到 我是為自己的狀態之下 但是他在基督裡的合一 是真的是要是為基督 不是為自己 我們不是說在 我們不是說合一合一 我們不是說合一是什麼 合一是大小事情都一樣 都一致才叫做合一 那是什麼 那不叫合一 那叫共產黨 是吧 有人笑得很開心 那叫合一不是大小事情 都是一致的 不是 那不是合一 而是願意尾身在基督裡面 這個畫面很好 可能我們一起來服服事主 但是有的人是 哦 拍拍什麼很好 但是呢 有的人真的是尾身在基督裡面 充滿基督的樣式 一個合一的團體 他是沒有論斷的 他是彼此照顧的 彼此接納的 彼此關懷付出 就像我所在上個禮拜看到 像一個家庭一樣的 一個互相的關懷 互相的提醒 連結接納 以至於我們要像我們今天 所看到的詩篇133篇的 第三節那個部分要臨到你 臨到這個團體 我們有可能講到什麼 我們可能講到說 所謂的達人 達人他不是只有看重事情的一個小部分而已 而是達人他是可以成為達人成為高手 他是一個很整全的他在看這個事情 所以他成為一個專家 他成為一個專家 我們可以說 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在過程當中 我們看到 因為 我知道這個是一個很整很整全的 我知道我們當中 有人是有各式各樣的達人 各式各樣的高手 我知道 但是我沒有辦法一一明白 可是我從上個禮拜看到的是什麼 我從上個禮拜 我可以確定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我們是一群願意在主裡面經過他的淬煉 經在他的時間裡面 願意來學習 願意來合一 願意來彼此 衛生在基督裡面 是一個新鄉達人 是一個願意使人和睦 去建立一個真教會 有說教會有假的你知道嗎 但是我看到的是你們是一群願意 建立真教會的 基督的身體 因為你們有一體的精神 願意我們要彼此互相的鼓勵 建立一個真教會 所以必須要在這一些基督裡的樣式去學習 去活出像家裡一般的生活 以至於那個我們剛才講的 詩篇所說的提到的永遠的福分 要撒絲給我們 其實達人的精神 各式各樣的達人的精神 他都衝刺在我們台灣這整個社會裡面 那我們要去思考的是什麼 我們要去思考的是 我有沒有願意在主裡面 在主面前願意為主成為 成為什麼 成為達人一族 我願意在主裡面 願意成為達人一族 我們一起同心來祷告 阿門父 我們向你獻上的感謝 主事的 我們願意在你裡面 在基督裡面 成為你新鄉的達人 主 不只是你在創世以前 就把那個福分賞賜給我們 而是我們正確的明白知道 主 我是被你監選的 我是使人和睦 引領人來到你面前的孩子 我是一個把基督裡各樣的豐盛喜樂 引領人來到你面前的器皿 主當這個世界 用各式各樣的方式 各式各樣的習俗活動 來驅邪避凶的時候 甚至祈求那平安的時候 主我們向你祈求 主你在基督裡面的樣式 更多的進入到我的生命裡面 在你的聖靈裡的力量 實時牽引我 教導我 好使我願意在你的真理的話語 和你聖靈的引導之下 主我們彼此建造 我們成為一個彼此陪伴 彼此接納 彼此為對方 為團體的帶導者 成為你新鄉的達人 成為你新鄉的團體 主謝謝你 這是我們的禱告 我們這禱告是 奉主耶穌的盛名感恩 阿恩 我們用這一首詩來回應主 好 不好意思 美麗 一天的黃雷雲 在愛中相遇 再一次 將自己完全地寫給你 唯有你是我的心的盛力量 我埋怨捨起一切的距離 將我全能卸上當作默契 太歸上當作默契 哒 再一次相互在地大门荣耀你 唯有你是我的两人和朋友 我愿意一生敬拜荣耀你 第二节我们再一次来告曹书臣 每一年我与你在爱中相遇 再一次相互在地大门荣耀你 唯有你是我的两人和朋友 我愿意一生敬拜荣耀你 将我全人卸上当作默契 你情节的心淡淡是风铃 愿意之意正确在我的生命里 就生命更新 掌管我一生 接近我希望海盗跟随你 在爱中遇见你 接近我希望海盗跟随你 我希望海盗跟随你 将我全人卸上当作默契 你情节的心淡淡是风铃 愿意之意正确在我的生命里 就是你的心 掌管我一生 就是你的心 掌管我一生 你情节的心 掌管我一生 我们再一次一起同心来打架 阿弥的父母向你献上的感谢 主真的是 不是不只是你把福分给我们 而是主你的爱自己吸引我们 主求你胜利失事引领我们 更新我们 使我们快跑 如同我们今天所唱的歌 让我们快跑的来跟随你 成为你的 在基督里面 成为你的学习者 跟随者 也成为那个团体的开始 我们这样祷告 使风主耶稣的圣名感恩 阿们